大家好,欢迎来到会生活频道 今天我们来谈种又酸又甜又多汁,而且又好种 但是却很少朋友种过甚至吃过的水果,它就是酸姜 也叫灯笼果,或者叫姑娘果 英文叫tomateau 它可以种在室外,也可以种在室内的花盆里 像番茄一样,非常的方便 最常见的酸姜基本有三个品种 我在后院以前买种子种过小型青黄色的果实 和小型橘黄色的果实的品种,非常的酸甜多汁 今年无意间在超市看到了大型青绿色酸姜的品种 它的大小呢像小苹果一样 于是呢我们便从超市随便买了几个回家 打算抠种子种一下 这种成熟的酸姜果实 基本上一颗果实内至少有二三百个种子 所以如果你熟练掌握从成熟的果实内 抠取种子种植的方法 那是非常经济实惠的 我并不是鼓励大家抠种子 也并不是所有抠出来的种子都能种出来 但是对一些买不到种子的蔬菜 还有一些我认为它杂交还算稳定的蔬菜 可以抠种子来进行尝试 酸姜育苗呢还是用我们的老办法 先拿出一颗成熟的酸姜果实 把它切开可以看到这些非常小的浅黄色的颗粒 就是它的种子 我们把这些小种子取出来清洗干净 放在一张厨房纸上 淋上适量的水 放入小塑料袋中 基本上三天它就发芽了 我们看一下这些露出白色芽的小颗粒种子 就是已经发芽的种子 然后拿几个小花盆放入室内的育苗土 把发芽的种子放进去 淋上一些水 放在室温为20度的环境下 等了一周 小苗就开始发芽了 先打开的是它的子叶 又过了一个星期 它的针叶就慢慢长出来了 我们一共在室内育苗了三四个星期 看一下这些就是酸浆幼苗逐渐成长的样子 现在它们已经长得很强壮了 酸浆的成长周期大概为三四个月 它的果实就可以成熟了 所以只要外边的温度稳定在15-20度的时候 您就可以把它移栽到室外了 酸浆最适合的生长温度是20-25度 酸浆呢可以短暂的耐低温 但是如果遇到双酱 它们的叶子就一夜之间全部枯萎了 所以住在有双冻地区 室内育苗的小伙伴们千万不要着急 一定要在气温变暖的时候 再把它们移栽到室外 这些是我家以前后院种植酸浆的样子 我家每年都会种上几十棵 一到秋天它们就都成熟了 最后提示一下 现在各大超市 各种种子包和春夏花卉球径 都已经上市了 想要的小伙伴们赶紧去买吧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见